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們從房地產市場開始講起 這個房地產市場是過去讓中國人糾結了30年的一個話題 因為這個房地產它不斷的猛漲,讓很多人買不起房 讓那些買了房的人成為房奴 同時他們又擔心任何時候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會把他們套牢,讓他們變成負資產 讓他們從中產階級淪為赤品階起 那現在這個拐點就終於到來了 今年全國各地很多地方,尤其是一線城市 成交量大量的下跌 在房地產市場有金、九、銀、十的說法 就是九月份是黃金季節,十月份赤資 九月份的成交量和它的價錢都是最好的 但是今年的九月份各地方地產市場一片抽雲場物 尤其是以房地產交頭特別活躍的浙江地區最為明顯 現在杭州的九月份的一些統計數據已經逐步的出現了 到現在為止跟去年相比,它的成交量和它的價錢 基本上都接近30%的跌幅 非常非常驚人的一個跌幅 這是房地產市場整體崩潰的一個前兆 就連過去20年以來一直是看漲的人大炮、任志強 今年也說房地產市場難以為繼,維持不下去了,一定會垮 房地產市場垮呢,最受到直接影響的 除了廣大的房奴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房地產企業,尤其是民營的房地產企業 現在浙江地區已經有幾家大的房地產企業 上市的房地產企業,現在已經老闆跑路,關門歇業了 浙江省的過去的女首富就是在上個月 她還是浙江省的女首富周曉光 她擁有一家企業叫做星光公司,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在發展房地產企業方面在浙江是非常有名的 現在她已經從女首富富裕的富變成了女首富 負債的富、負擔的富 一個月的時間命運急轉直下 這是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一個縮影 也是中國整體經濟的一個縮影 大家要知道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雖然是經濟的一個支柱 但是她現在資助出現了問題之後 其他的各個方面,比如說水泥行業、鋼材行業 所有的這些都會受到她的影響 那麼房地產一垮,其他的全部都會垮 更何況現在其他的各個經濟層面的不利的因素 現在已經全部的浮現出來了 比如說股市現在已經跌的不成樣子了 人民幣匯率現在在人民幣逐步的在貶值 現在很快就要超過人民幣對美金1比7的心理關口 一旦過了這個關口,可能在離岸市場 基本上就已經失控了 而中共現在他們所能夠支配的美元外匯儲備 它也不足以應付大規模的人民幣貶值 債務市場各個地方的地方政府過去這幾十年 大量的舉債搞基建投資 現在債務鏈隨時都有斷裂的可能性 國家統計數據地方政府債務鏈大概是42萬億美金 但是呢42萬億人民幣 但是有些專家學者的估計 這個統計數據是極大的縮水了 實際上真正的債務規模 在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是在150萬億左右 這麼龐大的債務 一旦債務鏈斷裂,那麼整個的經濟就會出現雪崩 那有些人說中國政府他們不講規矩 債務鏈要斷裂的話他們就用印錢來補足 所以說不會出現斷裂 但是印錢大家考慮過沒有 印錢之後那錢也要流向市場了 那麼一定會造成物價飛漲 那整個的經濟也沒有辦法維持 所以說中國共產黨、中共政府 過去這幾十年的這種殺雞取暖 合則而餘的這種方法呀 這種發展經濟的方法 現在已經走到了盡頭,已經權力計窮了 它無論怎麼樣,現在到了這個地步 已經是回天乏術了,崩潰是必然的 那麼經濟崩潰的這個關口他們會怎麼樣呢? 權貴階層會怎麼樣呢? 那習近平當局會怎麼樣呢? 現在看得很明顯,習近平當局 他是想把中國走回朝鮮之路 一旦在中國建立了那種朝鮮體制 那麼他無論經濟有多差,無論中國 老百姓日子過得有多苦 他只要把你們控制的死死的 控制你們的口糧、控制你們的意識形態 用軍隊、用民兵、用整個官僚系統 把老百姓原子化、控制起來 那麼他就可以成為他,建立他的習家王朝 他就可以保持政權不倒、紅旗飄飄 但是這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 現在他還沒有實現,所以大家還有機會 他為了把中國拉回朝鮮 他就學毛澤東當年的那一套 國內的經濟他就放棄了 但是他想在世界上還要找到一些盟友 讓他保持在聯合國裡面的席位 讓他不至於被全世界圍攻 所以說他現在在世界各國打傻幣 再把中國老百姓需要的金錢大量的向外輸出 那紅二代那些權貴家族他們怎麼樣呢? 他們也是把自己現在掌握的這些資產 大量的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轉移到海外去 所以這是中共政權、習近平當局和中共體制內的 那些大家族、那些權貴他們所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大量的財富轉移到國外 那老百姓怎麼辦呢? 老百姓我們現在一定要想方設法的 要阻止他們,要把他們 要從他們的那個大餅當中要分一部分過來 要迫使他們把他們現在所掌握的那些利益 要給老百姓留一些 有些人說這是可能的嗎? 中共他們怎麼會把自己已經拿到手的利益 讓出來給老百姓 你們想糊口夺食,這是可能的嗎? 我告訴大家,有一個辦法就是可能的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想維持他們的政權 只要大家做出一種態勢,讓他們感覺到 不拿出利益就會喪失政權,就會立即喪失政權 這個時候他們就願意妥協,願意用錢來解決 怎麼樣做呢?就是大規模的上街 比如說我們P2P受害者的群體 我們怎麼樣要到錢呢? 有些人有些很多中共派出來的五毛說 現在正在解決問題,大家在家裡面等著就好了 這樣等就會被他們看笑話 他們就覺得你們這群傻子過去騙了你們69年 現在你們還在受騙 他們會解決嗎?當然不會解決 他們是緩兵之計 等他們把財富全部轉移完了 等他們把中國經濟全部搞垮了 他們就讓中國這艘船沉掉 讓中國經濟這艘船沉掉 那時候老百姓一分錢都得不到 所以現在呢,現在我們在他們呢 還在想維持這個政權的時候 我們集體上街,P2P群體 我們過去被他們割了幾茶韭菜 我們很多的人,上千萬的人損失了資產 我們現在要把我們損失的那一部分 我們盡量的盡量的收回來 能收多少收多少,全部拿回來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我們只要我們上街 就可以拿出來一部分 拿出來一部分總比全部沒有好 這個老兵群體過去兩年呢 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集結 有收獲的,有收獲的 雖然沒有完全達到他們的目標 但是有很多老兵已經得到了一些補償 所以說跟另外那些還沒有得到補償的老兵 那些地區的老兵給他們做出了一個榜樣 所以那些地區的老兵現在正在集結 所以不斷的集結 現在有些地區啊,這個農村地區的這個退伍軍人 現在已經得到好像是1500塊錢的每個月的這樣的補助 有一些的士官,城市地區的廣東地區的有些士官 據說是能得到了高達7000塊錢每個月的這樣的補助 這就是他們抗爭得來的結果 這個結果雖然不會完全令人滿意 但是總比沒有好啊 現在全國各地其他階層的這些抗爭群體 大家都要向老兵學習 學習他們這種不斷的給中共施壓的這種方式 讓他們感覺到政權受了威脅 他們就會把利益讓一部分出來給我們 大家現在上街,雖然我們並不是直接的想要推翻他們的政權 像P2P這些群體的絕大部分人 他們並沒有政治圖謀 但是為了你們的利益 你們必須得擺出這樣的架勢 不給錢我們就推翻你們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這些權貴,中共這個當局 他們才會把利益讓一部分出來 把老百姓應得的利益還一部分給老百姓 這次上街,所以這次十一維權中 這現在是上街的最佳的時機 為什麼呢?因為十一的時候一般是旅遊出行的季節 旅遊的人非常的多,警察要想攔截人,非常的不容易 第二個是因為十一是一個敏感的日子 是他們建立政權的日子,是他們政權的生日 不是這個國家的生日,不是國慶,是政慶 建立政權的日子,如果我們這個時候上街 讓他們各級官員都會心裡面很恐慌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他們都不願意這個政權的生日就變成忌日 我們現在上街的人越多 給他們造成的心理壓力越大,造成的恐懼越大 他們就越願意拿出錢來擺平我們 所以說現在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現在我跟大家講幾個關於十一維權州 上街的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現在我們實際上是處於一個官民對立,官民戰爭的這樣一種狀態 戰爭就是要講技巧的,當然我們這個是政治戰 不是真正的武裝戰爭,是政治戰爭,是心理戰爭 我們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要贏回我們自己的利益 但是一定要講究技巧,有些朋友就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問題 我現在跟大家來試圖跟大家來解答一下 大家一起來探討 有些朋友說我們現在老百姓即使是在同一天上街了 一個省的人或者一個市的人聚集在同一個地方了 這次十一主要是在省政府、市政府附近的那些商業街 步行街或者是廣場,然後在那地方先聚集 然後呢就去到大家一起遊行 聚集得人足夠的話 我們就一起遊行向省政府、市政府進發 如果是人不足夠,那麼我們就各自散去退回來 第二天再來,聯繫一個州的時間 我們就來嘗試這種聚集 給他們持續的增加壓力、製造恐慌 有些朋友提出個問題 說我們這麼多的人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一個地方 又沒有領袖、又沒有組織 我們怎麼能夠開始行動呢? 我告訴大家,跟大家講一個案例 87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在北京響應 方立之教授的這個號召上街要求自由化、民主化 87年元旦,在首都各個高校的學生 大概有一萬多人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天安門廣場 大家在廣場東側的那個歷史博物館門口 就有一大群的學生 也是沒有組織的,也沒有領袖的 這個時候大家怎麼樣開始行動呢? 其中有一部分人,一部分人他們就是天生的領導者 他們開始唱歌,唱國際歌 那其中有一個人就是我認識的豐從德博士 後來是在89年是20個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 87年的時候就開始搞事了 當時他們就一部分人就在人群當中開始唱國際歌 因為國際歌這個歌詞 這個旋律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 雖然是早期共產主義的歌曲 但是它的歌詞符合所有抗爭者的 這樣的一種心理上的感情上的共鳴 所以很快大家都一起跟著唱起來了 一唱歌大家想一想 這麼多的人幾千人上萬人一起唱歌 這個自然的就形成了一個整體 本身是分散的人群,是原則化的人群 但是一唱歌它就形成了一個共同體 形成了一個隊伍 這是初期第一步唱歌 現在我們十一黃金周 繼續可以採取這樣的一個策略 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到了那個時間點就是10月1號 或者是到10月7號 每一天下午3點 只要我們看見周圍的人群非常的擁擠 人非常多的時候 只要我們開始唱這個國際歌 那有一些朋友也建議說是唱這個 《人民呼聲》這首歌曲 《悲慘世界》裡面的那個主題曲 也可以,但是國際歌可能會唱的人更多 那麼第一次我們就來嘗試一下唱國際歌 國際歌一唱起來 周圍的人可能就會更多的人響應 大家可能還有一種疑慮 說我這一唱歌是不是周圍的警察就會撲過來呢 有一個辦法可以避免這種風險 有一些朋友大家可以嘗試一下用這個手機 在喜馬拉雅或者在其他的任何的這些音樂平台上面 就把這個國際歌調出來在手機上面放一下 不需要自己唱,這個是總不犯法的 如果這個覺得還有風險的話 那麼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就是大家去的時候有幾個人只要開始哼 這個國際歌你不要張大嘴唱 你就閉著嘴把這個旋律哼出來 讓旁邊的人聽到旁邊的人引起共鳴的他們一起來哼 只要這個旋律出來它就會產生強大的凝聚力 這是一個辦法唱歌 那麼一唱歌形成整體之後 那麼第二點說是沒有領導大家向哪個方向走呢? 我告訴你一定會出現領頭的人 大家一定要記住我們在那聚集,聚集了之後 我們的目標是向省政府、市政府進發 聚集了之後只要形成了這個正式 大家隊伍就要開始運動,就要開始走動 首先我們要嘗試向省政府、市政府那個方向去走動 那可能警察會在那個地方設防阻攔我們 阻攔不要緊,第一次遇到阻攔的時候 我們就繞著彎走,他們不讓往那個方向進發 我們就向別的地方再走一下 他們警察的這個調動它並不是說效率非常高的 這些人他們也並不是說是鐵了心的 要為政府辦事當走狗的,都是為了一份狗糧 為了一份口糧而已,不會做事情太認真的 我們繞個彎他們可能就不阻攔了 如果還有阻攔怎麼辦?如果這個地區的官僚特別的凶狠 還要阻攔怎麼辦?不要緊,我們不是在商業街嗎? 我們的目標是聚集人群,我們把人群聚集得足夠大了 在任何地方這個政府的主要的官員 他們都會出來跟我們對話 所以我們如果是不能夠往省政府、市政府方向進發的話 那麼我們就在人口密集的商業街繼續遊行 繼續吸引這個圍觀者,繼續擴大我們的遊行的隊伍 這樣會讓他們也會產生極大的恐慌 記得了,有一部分人勇敢的人 大家會站到遊行的隊伍中間來 那麼還有更多的人他們會圍觀 圍觀也是我們力量的一部分,圍觀就是力量 所以膽小的人大家一定要去那個地方 你如果不敢走在遊行的隊伍,前面你就走在後面 如果在後面都不敢走,你就圍觀,就叫好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這一場 向政府要力在這場呼口拔牙的 呼口多時的這場運動中,我們起到我們的作用 為我們自己,為我們的子孫,為我們的後代來贏得一分利益 同時也贏得一分尊嚴,我們現在被他們已經欺壓了69年了 如果我們不反抗,如果我們自己的利益 被他們如此的損害都不知道反抗 如果我們被他們當作韭菜一遍一遍的歌,聲都不吭一聲 那麼我們真是沒有辦法向我們自己,向我們的後代交代 我們沒有辦法面對全世界這個文明社會的這麼多的人 我們必須得做出反抗的舉動 我們必須得為我們自己來進行反抗 今年的10月1號到10月7號,食於維權中 大家一起來不見不散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再見